近期武漢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而县议员游宏达为了帮助第一线救护人员 有足够的防护器材 日前也到县府消防局南投分局 捐赠23套消毒装备 让消防同仁执行完后能够确实消毒 提供消防同仁更好的安全保障 非常感谢我们游宏达游宏达捐赠消防局 23套没有进多这种轻消的一个厨艺的装备 我们每一趟救护回来 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力气 我们每一趟救护回来 我们就会利用这套灭尽多的防御装备来清洗 让我们第一线的救护人员 也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保护 同时呢在执行救护 也能够让救护者获得更好的一个安全保护 县议员游宏达指出 消防救护人员相当的辛苦 而近期因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为了避免消防同仁出行时 遭受疫情感染 也捐赠消毒装备 提供给辛苦的消防人员更好的安全保障 并肯定消防同仁执行时救护的用心 我们今天捐赠消毒用品和清洁器具 就是目标南投县消防局 我们的22分队和有三个大队 总共来捐赠给他们这些外勤 以及他们出入的消毒清洁的用具 所以说这是针对现在武汉疫情 非常的严重 我们也想说我们的外勤单位 尤其我们消防局接触到的有非常多的个案 以及他们有救护防护单位 可以让我们这个父亲的抱怨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救护的好朋友 能够让他们在服寝之后有防疫的作用 因近期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而第一线的救护人员总是辛苦的知情 为了提供救护人员有足够的消毒装备 有议员也捐赠消毒装备 提供知情的消防同仁有更好的安全保障 而游医员也感谢消防同仁 平常辛苦用心的在执行 帮助人民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